欢迎来到顿进2channel的第一集 我是HIGH ENDY的BASEBALL 李sir,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一个相对性 即是很费入你买的环境下 你会首先,那个次序你会先如何设定? 我假设你的系统,包括你的线材,包括你的喇叭是定的,不动的 我一定要有一个基准,不动的 只要你如何设定 第一,我会先找到你坐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假设你的后面的牆,那是压的 那一定要坐到背墙,起碗是1m 如果你是后面是软的牆,是索身的牆 你可以坐到后一点 但总之你找到一个位置 你以为,我放在这个位置又好看又舒服 我多数都会坐在这个位置 那我就先找这个位置 第一问题 你的系统设计在这里 你一定要先开一支声 是 搭配那部机,先开一支声 开一支声 然后再移动喇叭 是 移动喇叭,玩音响 第一个要求 不是音色 当然你可以音色 你问我呢 客观来说 第一就是tonal balance 平衡度 你知不知道平衡度 平衡度呢 刚才我说了 假设你的权材 你的扣机 你的司机 完全不变 不移动的 那你就先移动喇叭 是 移动到一个高中针 平衡度 比较好的位置 你觉得不可以再好 就是定的喇叭 然后就是再看拖音 和你的闊度 你的闊度 你的闊度 和你的喇叭的拖音 有关系 有关系 如果假定 你的房子是9尺 那你的喇叭呢 可能是摆7尺 就是9尺寸 9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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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的喇叭是摆7尺寸 即每边 每边 可能半尺寸 1尺寸 1尺寸 2尺寸 2尺寸 1尺寸 一尺寸 你放在这里 然后开声 但是这个7尺寸 都要计算你的喇叭的扩散 如果你的地方越大 你的扩散就越重要 你的喇叭部份 总之 你就是定了 假定你是9尺寸 你放在7尺寸 你先听一听一听 但是如果你发觉 喇叭不太准 可能因为你家屋 两边 是太多硬的东西 令到反尺太强了 那你又良为偷一点 你越偷多的时候 你是外边墙 或者你周围的环境 对它会影响我们的減少 那你就是要决定 所以你第一件事 你先教平衡道士 这个是重要的 但是音色那些 就真的要靠线材 那些教的 音色呢 如果你问我 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你根本自己 喜欢什么音色 那你就说你自己喜欢音色 哦 那本身浪漫套机 都定了 那如果你说 穩陈的 如果你问我 我就不会用音色候先 我会用比较相对 能够容纳 不同类型音乐 那种机 或者一个主调 或者一个主题 就是器材 OK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要决定你的喇叭 和你的扣机之间 那个扣平和扣配 是 如果你扣平和扣配 如果扣平和扣配不好的话 你的扣可能会过多 或过少 是的 那你要搞这样的 那至于你的音色呢 你会用线去走 是 因为线呢 你不适合的话 可以换 但是你的扣不适合 可以换 我们从来都说 你的线材不一定很贵 一定要看你的系统值多少钱 你就买些什么的线材 如果你是中下价的器材 你打算用一条很贵的线 去爆到天下无敌 这个是笑话 这个是没用的 这个是没用的 因为你玩到尽 你也是 大概是 你玩到这个级里面的最好 或者好少少 不会有一个特性能进去的提升 但是如果譬如说 它那个 怎样为之 譬如说 你有时的那个标准 譬如 那个叫做 平衡度 平衡度的标准 或者说 一些 你会用平时用些什么的碟 去听 你认为可以容易听到的平衡度 这个问也好 平衡度 我觉得最好用古典 是 用古典 就算你不听古典 但是你都应该用古典去设定 是 就是说 你几十件乐器 由最低音乐到最高音 都有的 那你找那些来做 你如果听得到出来 让些有条理的 那这个是差不多的 其实有些人说 我听Jazz 我听Rock 什么 诸如此类 你记得后华 你先找平衡度 然后再注意你听那类音乐 然后再因为那类音乐 你加重一点点 那个位 就可以了 那就容易了 比如说 我要听Rock 我先找古典 先拿一个平衡度 我说平衡度 我不是说音色 不是说音色 对不合classic 或者Rock 不平衡的东西 我只是说平衡度 你找了 无论用什么系统 你先找平衡度 找平衡度 然后再转回你听那类音乐 我听Rock 你在低音 拿多一点点 或者Jazz 可能是中音 拿多一点点 诸如此类 而它改 这就会有一个方向 令你容易达到你的要求 嗯 OK 但如果譬如说音色那方面 其实都很个人 我觉得 对吧 你怎么为之好 但是其实 音色会不会 它虽然说很过人 但是会不会有真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 音色就 正如说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对吧 是 亦都因为你不同的录音 你录出来 可能音色都会改变了 就是被你现场的音色 对 那这些不论 这些不论 那就是 你问我呢 我就会选一些 给客观来看一件事 就是说 你能够 音乐系统你教出来的 第一 你那个特性要好 好先 好的话 你就可以听不同类音乐 嗯 就是你不偏的 就不会同 可以听不同类音乐 是 如果你音色 过分 靓 是 即是说 真的都没有那么靓 是 是 你可能 你说 你听某类音乐 你觉得很过人 就算这个只是个人 是你个人口味 是 但这个可能已经过了 是 有些别人问去听 觉得 喂 真的都没有你那么靓 我很流 你很吵 很吵 可能我听到听很悶 这些就根据你不同的要求 你没有两个感觉 但你问我 我设计 我就会设计它 比较中间位少少 嗯 中文才是 让我可以听不同类音乐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如果你设计中间位的时候 和你的评计好的话 你可以听到音乐里面有很多细致 是 很多个细致 你的系统越高级 你细致越高级 你细致越高级 这个是相对的 但如果你说 我很重 很重 很重 你可能有某些东西 例如说 我很舒服的声音 我可能听到更激烈的东西 完全没有一件事 古典都可以激烈的 对不对 你很吵的 你很吵的 你爆棚 古典都吵的 你喜欢当然没问题 但我说一下 标准就是说 你应该吵就吵 你应该爆棚就爆棚 你有船轮就有船轮 有折折就有折折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行动 但其实 我 我 以我所知 其实没有一对喇叭是全面的 就是看你怎么滑起来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 有些喇叭 其实很明显 是变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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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了去 很漂亮的声 小提琴很漂亮的声 或者听话 很厉害 但是 我觉得好像现在 我还没感受到 有一对喇叭真的可以很重 你 都是 都是